這也是釜山中國城的其中一個城門 那釜山華僑中學就是位於裡面 那我們待會兒帶大家看一下這裡的街景 這裡又叫上海街 那裡面就會有一些中國的商店 帶大家看一下這裡長什麼樣子 好那這邊就是釜山華僑中學的校門口 我們可以看到在校門的旁邊這邊呢 那有三國寺的一個壁畫 好那我們回到校園的這個景觀 那對比一下這個是早期我們的釜山華僑中學剛落成的時候的這個建築的模樣 那其實呢當年呢是沒有中間的這棟教學大樓 所以呢我們現在有前操場和後操場 那以前的話呢這個操場整個整體來說的會是比較空曠的 那在這裡也放上當時這個學生在做操的這個畫面 那看起來是非常擁擠的 當時的學生人數非常非常的多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到裡面的校園的場景 首先看到的是我們前操場四周的建築 由幼稚座分別為釜山華僑幼稚園 釜山華僑協會大樓 以及我們中學的教學大樓 照片這裡看到的是中間這棟建築 華僑協會大樓從另一側看到的畫面是這樣 在海外華僑的世界 華僑協會的發展通常和華僑學校密切相關 學校是孕育華僑子弟成長的教育場所 而協會則是類似於台灣本地的市政府區公所 負責打理華僑在海外的一切生活事務 包含華僑的婚姻出生以及死亡的申告 此外華僑協會也負責華僑居住地的國民外交 利益權益推廣需要與韓國政府機關接洽 在前面歷史介紹的部分有講到 府中本來就是在舊的中華民國領事館區所建立的學校 土地所有權目前還是屬於中華民國 而協會大約是在中華民國創建不久後所建立的 附屬於領事館的機構 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其實有點像是在大使館裡面上課 聽起來是不是很厲害呢? 協會辦公室在建築的二樓 一樓則是由中學所使用 由右至左分別為 理事會辦公室 校長室以及音樂教室 現在畫面看到的是對比早期的協會大樓樣貌 這裡之前其實是教師辦公室哦 教學大樓的一樓有電腦教室 以及現在的教師辦公室 電腦教室就於民國89年 現在看到的階梯地板以及新電腦 則是在108年才更新的 是全校唯一的階梯教室 從側門進入會直接到達後操場 由左至右可以看到的建築為 現在的宿舍、廁所以及教學大樓 宿舍的部分 一樓為學生宿舍 二樓為教師宿舍 其實這棟宿舍樓原本是教學大樓 最早落成的那一棟 也就是說原來學生是在這裡上課的 現在放上的是驚喜這棟大樓的對比圖 中間這裡是校內唯一的戶外廁所 無論刮風下雨或是寒冷的冬季 大家都要來到戶外上廁所 這種時候上廁所真的是超級痛苦的 也因為廁所在戶外 冬天到達零下的時候 經常會發生水管結冰 導致無法沖水以及洗手台結冰的狀況 看看看看 給校長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校長還開玩笑說 我們學校也有冰雕展耶 剛剛說到現在的宿舍樓是以前的教學大樓 那之前的宿舍在哪裡呢 就在現在廁所的位置 這是早期宿舍的模樣 之前住宿生多達兩百多人 宿舍是非常擁擠的 給校長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校長說這是他在學的時候的宿舍樣子 他還要我猜猜看 畫面裡到底住了多少學生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一個人只有這麼小的空間耶 一間小房間要塞好幾十個人 而餐廳更可怕 每天只有一道菜 吃飯也沒有地方做 這裡附上當時餐廳學生們搶食的狀況